大家好,今天11月15号了啊 2021年啊,再有一个半月啊,咱就2022了哈 三个二哈,坎爷就是一根筋比较二哈 给大家看看啊,这又有一个视频 11月9日,我在西安维亚纳酒店高兴店隔离第二天 作为贵国人员,从瑞典回来的贵国人员隔离第二天 我们的餐饰标准是一天100块钱 这是今天酒店给我送来的晚餐,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一天100块钱标准的晚餐 两盒冬瓜,什么都没有,两盒冬瓜 还有一盒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汤 蛋花汤吧,就像水一样的蛋花汤和一盒米饭 我想知道这是通货膨胀了吗 还是有什么紧急情况,缺少物资 这个就是西安隔离酒店的一天100块钱的餐食标准吧 这是晚餐 早餐,我想任何一个酒店都达不到平均30多的标准吧 那也就是午餐和晚餐的标准应该更高吧 但是我想知道这个这个餐食的标准有没有10块钱 我需要西安市政府的相关部门以及相关人员给我们一个答复 因为我已经深深感觉到我是在这被虐待 我甚至都要报警了 看到这个饭我甚至都要报警了 类似的投诉挺多的 类似的投诉挺多的 有的那个回国那个隔离酒店连卫生都达不到 连基本的整洁都达不到啊 这个全国各地吧 各个城市都有类似情况 大约半年多前吧 有一个北京的朋友也是在瑞典的 也是回国 回国之后隔离了是14天是10天 反正花了不算餐费就花了7000多 但是因为给他弄到昌平 昌平那算远交了 那都是北五环外了啊 这个弄到昌平啊 如果他要不弄到昌平的话 市内呢给他弄到了就是郭文贵 郭文贵那个在北四环 在奥运村的那个挨着鸟巢 和那个水利方的那个盘古七星大酒店 到那的话是10天还是14天 那就贵了一天好像1000块钱的住宿标准 都是自费 那光住宿就得1万多 1万多啊 所以那个他没舍的吧 或者说他没那么有钱 他就去远交了 他也在抱怨啊 当然有些地方说还不错 有天津的杭州的 有的人说还可以 不过每一个人的预期 啊每个人的那个那个标准啊 自己心里边有感秤 不过这个西安这个说100块钱的餐食 晚上就凹点这个 这什么这个不是萝卜 刚才说的什么难过吧 是什么啊 凹了点汤 然后那个那个 还有一个拿那个当主菜 再来盒米饭 一天100块钱 这酒店也太黑了 是吧 但是现在中国呀 有疫情 有疫情呢 各行各业 可以说几乎百业凋零 百业凋零怎么办呀 就得这种指定的隔离酒店 指定的隔离酒店 是吧 让他们赚一点钱 啊 来补一补 另外呢 做核酸的 是吧 医院赚一大笔 天天隔两天让你做 隔两天让你做 不断让你做核酸 对吧 还有做疫苗的 那疫苗是吧 我听说长春的 什么北京的 有没有长沙呀 反正全国啊 那五六家疫苗 好像最后是一个老板 啊 都是三个人 都是后边主要的股东 听说还有外国的资本 是吧 这我们就不大清楚了啊 对 说到这儿 我前一段做过一个节目 就是黑龙江的牡丹江 也有疫情了 然后大家伙都害怕 都躲起来了 有的是 不是你主动躲的 是政府也不让你出门了 然后从牡丹江那边 不有个隋分河吗 中俄 让人家俄国人赶回来一些中国人 给轰回来的 然后呢 之后入境之后 住在隔离酒店 是铁路系统的 然后呢 有一个小女孩 也岁数不大吧 二十六岁小女孩 这东北本来就大量的人口流失 这就业就很困难啊 然后这个各行各业也不太景气 这小女孩承包了一个铁路系统的一个酒店的餐厅 结果不给钱 那个那个这个铁路 这算国企吧 这总经理还刁难这小女孩 不给结账 是吧 我还做一期节目进行了谴责 实际上可能这小女孩 如果真的又年轻又漂亮 是吧 俗话说的又狗狗又丢丢 是吧 长得漂亮 那这总经理要不然是让你给点回扣 要不然你就说的直白一点肉肠 用你的身体来偿还 你就陪他睡呗 可能就这么点事 是吧 现在当到总经理的 甭管大单位小单位 也都是中年油腻男了 是吧 就这么点事 对了 说到这儿 我前天还是昨天做的节目 可能前天 南京 南京 南京是旅游局那女的 是叫赵春霞吧 是吧 叫春霞 跟着叫春 然后又跟重庆 雷正复那个叫什么 是吧 赵红霞 然后还姓赵 赵家人的赵 是吧 他跟他的上司吧 某一个男的 俩人睡了好多年 这女的还是南京市旅游局 监察室主任 他查别人的 查别人的贪污腐败 权钱交易 权色交易 结果他自己比谁都脏 是吧 现在就是这样啊 是吧 你看见别人脏了 实际上你比别人还脏 然后呢 还说他的孩子吧 不知道是儿子还是孙子啊 要去这个 要去这个澳大利亚留学 然后呢 那哥们啊 跟他睡了好多年 那哥们应该也是个贪官吧 啊 在澳大利亚有个房子 然后那哥们说了 这不好办 说那个 这是我儿子的房 然后呢 他可能是他外孙或者他的小儿子 然后这个赵春霞就说了 说那就让我闺女 每礼拜陪你儿子睡鸡宿吧 是吧 那个不让你白那个什么 就别要我们家的房钱了 就是拿肉肠啊 是吧 这也是无私先生的血酬定律 这个叫肉肠定律 是吧 哎 然后那个那个这个贪官就说了 说你这个老鸡啊 就是你这个 是吧 那么大岁数了啊 说那个能不能让你闺女也陪我睡两宿啊 是吧 我陪你这么大岁数 是吧 这个叫什么 我记得赵薇说过哈 说叫什么礼貌性的上床 是吧 礼貌性的上床 说这个俩人一男一女啊 本来也没有什么男女朋友关系 哎 但是见了面了 关系不错 看着还顺眼 咱们就上个床吧 这话说的这不是跟 是吧 这个咱不好形容啊 比过去那青楼女子 是吧 呃 当然他们说这话 实际上 你想想 你是个普通人 你能接触到赵薇什么的吗 什么范冰冰之类的 对吧 你不可能 那都是一些高官 富商 哎 你到北京 那个国贸大饭店 去看看 哎 国贸大饭店 那个高档餐厅 啊 旋转餐厅 那都是富商 高官 啊 然后女明星 你在那能看见很多熟悉的脸 啊 然后女明星 那个坐在那个餐厅的椅子上 椅子上 就 这儿啊 放一个包 啊 你看看挂在椅背上 那个包 都是名包 都是 动辄 哎 多少万的包 都不是老百姓 一万两万的包啊 在我们这巴塞罗那的地铁上 我也看见有的女的背个包 LV的 那就是在这边买的话 不到一万吧 人民币七八千 在中国卖一万多 还得挤地铁 有的老外 是吧 人家那包都不是一两万 那一两万你入不了流 那全是这个啊 好吧啊 那有一个老板 后来让人家给活埋了啊 那是前些年的事 是吧 我就不说了 一说又扯的没边了 扯淡 好啊 好啊